《我三》 《帶入八載寧靜的》 《我三》 《順非是其是修心》 《福六五絕言》 《過》 所以 《離對更或愛》 沒錯 《一運哀飛到對》 《一運哀飛到對》 這叫做 《一》是什麼 《水》 《水》 《山》 《減》 《運心為善卦》 《更宅為香卦》 《八運》 《更宅》 《八運》的時候 《更宅》 《更宅》《八運》的時候 對方是什麼門 對方是什麼門 對方叫做 《水山解門》 《水山解門》 《八載法》叫做什麼 《水山解門》 《堪烏》 所以《水山解門》 《北無能》 《爾曹烏》 《二運哀飛到更》 《賀宅》 《更宅》 《巴運》 《登項》 這個位置是什麼可以開什麼 坐東北朝西南的房子 坐東北朝西南的房子 在巴雲的時候開這個不叫什麼 對不對 好 這是二 這叫做第三間 庫瑪坑為地 第三間 第三間叫做第三間 三間叫昆 我們看這裡 昆天顏絕生 對不對 這裡是什麼呢 曾經 曾經 三運哀非道離方 三運哀非道哀非道離方 好現在來了 更在巴雲的時候 從2004年到2023年 這叫做巴雲 坐東北朝西南的 坐東北朝西南的 在巴雲的時候 開這個門叫什麼 對不對 開這個門叫什麼 它叫做山是什麼 正 雷山小過門 對不對 山是正嗎 雷山小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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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一發呆法呢 雷山小過對一發呆法 雷山小過對一發呆法 我們來看正 所以說巴雲更宅 這個呢 叫做六煞 圓雲的六煞 四運哀非道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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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 坐東北朝西南的 坐東北朝西南的 在巴雲 五煞 二零零四道坎方 二零零四道坎方 二零零三驚 二零三驚 二零零四道坎方 所以說 巴雲更宅 坐東北朝西南 在巴雲的時候 開這個門叫做 風山驚 那風山驚 對應到 八哉法 松山建武 南峰 順 福 天 福 六 禍 生 絕 絕 所以這個絕就是什麼 對不對 有沒有問題 六曰 愛 非 到 正 六曰 愛 非 到 正 等於說做東北朝西南的 做東北朝西南的在2004年到2023年之間 做東北朝西南的在2004年到2023年之間 開這個側門叫做什麼 叫做又是什麼 天三頓門 開這個門叫天三頓門 那天三頓門就是從這裡轉 福 六 天轉 福 六 天 天一門 所以天三頓門是天 就這樣 七曰 愛 非 到 迅 七曰 愛 非 到 迅 所以說做東北朝西南的在八運2004年到2023年的時候 開這一個門 開旋方門的叫什麼 開旋方門的叫什麼 西式的寶 哲 哲 山 弦 叫做哲 山 弦 所以說在八運的時候 坐東北朝西南的 坐東北朝西南的八運的時候 開旋方門叫做哲 山 弦 哲 山 弦 我們來看哲 山 弦 在這裡 對不對 哲 山 弦 在這裡 哲 山 弦 一 二 三 四 算了 一 二 三 四 所以說這裡是浮衛 生氣 過暗 所以說八運 八運坐東北朝西南的 開這一方的 叫做開運 沒錯吧 八運入中宮帶入王 八運入中宮帶入王 坐東北朝西南的 坐東北朝西南的 在八運的時候 在八運的時候 這一個叫做什麼 也就是正前方的這個叫做什麼 五代不八嘛 八是什麼 更嘛 對不對 所以叫做更為善 更更為善就是什麼 所以說 八運的時候坐東北朝西南的 這一個是俘虛 有沒有 那有沒有問題 已經沒有問題了 原因還沒有辦法 還有沒有問題 我現在教的都是 為什麼我要教你 因為這裡面 有沒選過 把他財法的 所以我一定要從這裡教 一定要從這裡教 但是 有更簡便的 你們如果需要的話 都在找書師兄 拿來 下禮拜他會準備給你們 因為我這裡一定是教 正常的教法 從發展力套進來 但是我一定要這樣子教 我如果用最簡單的教法的話 你們永遠不知道發展力 跟這個什麼關係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就用這樣子教 更窄 巴運的時候 這個地方是開什麼 更窄 巴運的時候 這個地方是開什麼 我們會把他上掛 下掛 對到 巴採法 這個跟這個關係 套路 有了一群 這是正常的加護法 有學過巴採這樣可以找 沒學過巴採 一定要跟這個 那如果說我們用最簡單的方法 直接加入我們最簡單 沒學過巴採 永遠都找不去 這是什麼關係 我們正常的加護 但是有更簡單的 看書老師 看書老師 要不要 要不要 交給我們 好 原因開門法 我們交到幾個地方 他有沒有要什麼 有問題 他這個可以放得 有一個 不然你自己放 比如說他在哪運 然後 哪運在 對 這個就是用哪一運 因為我們來講 如果 如果 如果說 比更窄的話 更窄的話 八窄法 昆芳是什麼 不是不是 我們不是原來昆芳 更六絕或生氣 對不對 八窄法的話 更窄 昆芳一定是生氣 你們看一下 更窄 更六絕或生 有沒有 更六絕或生 所以八窄法叫生氣 對不對 如果說 以 以我們八運的話 更窄開門會是五黃門 對不對 一個是五黃門一個生氣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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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原運開門法 叫做 福音嗎 那是正好在這二十年的時候 他這裡是福音 只有這個詞 對不對 所以說 原運開門法 他是用在原運 萬一 你買的房子 你買的房子在八運的時候 更窄 他有三個山 一個是醜山 衛像 一個是 那個更山 古墾像 一個是 隱山 生像 這三個 坐下 在八運買的時候 完全不同 一個是旺山 旺下 兩個是上山下水 萬一你不小心 也不知道 買到上山下水去的時候 開門法 想要開門 你可以用 原運開門法 開 開好一點 你用八宅法 一個修 一個 神祭門 但是在八運的時候 他是五王的 一起修 那你怎麼辦 你就來用 原運開門法 套進來 原運開門 套進來 這是 服衛門 然後又是 八宅法的神祭門 兩隻 對不對 一修 八運的時候 兩隻一修 就不用 如果八宅法 跟 我們的 非心法是 一修 原運開門法 靠進來 又是修 兩修 一修 大家就不能看 大家聽懂 所以原運開門法 是可以 輔助 八宅法 跟非心法 萬一一修 一修的時候 你要使 到底 要用還是不用 可以用原運開門法 再斬斷一次 如果說 更宅 更宅 在這個地方 更宅在敵方 以八宅法是兇的 對不對 難道以 八運來講的話 更宅在敵方是 私有本 那就不用原運開門法 兩個都兇了 原運開門 就不用理他了 是碰到說 一擊一兇的時候 你怎麼選的時候 可以用原運開門 再斬斷 比如說 更宅在這裡 開門 更宅在這裡開門 是 八宅法是啟的 對不對 八宅法是啟的 因為 更六絕過 生死念 天天有了 八宅法是啟的 然後 以原運來講的話 它是未來運 也可吧 對不對 那我們就不用 原運開門法 那 如果說 我們要開後門 這裡可以開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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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宅這裡可以開後門 這裡可以開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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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以八運來講 這推氣運 這死運 絕運 對不對 兩個都不好 那這個 不然一點 三個門都不好 三個門都不好 就是喔 萬一 用八宅法 八宅法 這裡是修門 這裡是修門 對不對 八宅法 更正 更更修門 更更是福衛門 那福衛門 這兩個修 這一個 以八宅法 這裡是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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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啟 以運的話 這裡是修 這裡是修 這裡也是修門 那這一個是 一騎修 這兩個修 這兩個都選擇 那一騎修的話 我們就不用再用原理開門法 因為 後門就只有 左後 中後 還是怎樣 右後 左後是兩個叉 右後兩個叉 中後是一騎修 那當然選擇這個就不用原理開門法 我們也要用來 給他們 我們來 這裡是修 兩人 這裡是修 我們 是修 的 我們 我們 來 這 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